這邊取為陰的名字上面 它又可以分為說 它是與它同一個時間而有的 跟前後而有的 那在同一個時間而有的時候 我們分什麼 我們主要就可以分出說 是具有陰跟相應陰的 具有陰跟相應陰的 這兩個來講 就等於說是 又是從種跟別 或可以說是三句型來講也好 或種的別來講也好 具有陰變成是種的 就是互相可以同時在一起 沒有障礙他人生起的話 我們就可以說它是叫具有陰 像說什麼 像實際上來講的話 我的兩個手 同時間這兩個手 應該不是沒有互為因果 可是我可以說 我這兩個手是 是互相為具有陰 因為它是同一個時間互相具有 可是這個對這個生起來 是沒有任何的障礙 這個對這個生起來 也沒有任何的障礙的緣故 我可以說這兩個是具有陰 那相應陰是不是 這個的條件之下 還有再有一些特殊的條件 這怎麼它要符合五相應 所以這個符合五相應就是 心王跟心所的這個東西 它是說它時間上要相應 它的所緣 相貌 直 跟所依 它要依靠著那個來講的話 這五個要相應的話 它才可以符合五相應 所以它等於是說 如果是相應陰的話 一定是具有陰 但是具有陰不一定是相應陰 就像我這兩個手 我這兩個手 是可以說它是一個具有陰 但它不是相應陰的 這個來講我們代表了什麼呢 就代表說具有陰跟相應陰的話 它是取名為陰國 可是實際上它不是真實的陰國 它只是就共同的存在 而相互扶持的 就相互的不用去障礙它 或者說比如說 像我們兩個在同一個空間裡面的話 我們兩個可以說是 同樣是具有陰的 可是我們不是相應陰嗎 具有陰為什麼 因為我對你下一秒生起沒有障礙 你對我下一秒生起也沒有障礙的話呢 那可以 可是為什麼不是相應陰 因為有你不代表就有我 有我不代表有你 這就是它沒有這個所謂的時間相同 也沒有相貌相同 為什麼你圓的東西我不一定圓得到 我圓的東西你不一定圓得到 我在內心當中浮現出來的 你也不一定浮現出來 你浮現出來我也不一定浮現出來 等等的 你的圓也不一定是我的圓啊 我的圓也不一定是你的圓啊 所以這等等等等的來講的話呢 是不是說它的五相應就不符合了 就不抱我了 真是不堪位的 我需要你 用這個圓也不一定會